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大家傍晚好,我是傻门大 来一瓶给手车先,好吗? 请不吝点赞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大家要我旁闻 旁闻好啊 我是Samenta OK 今天要为大家带来这一位 要讲这一位RCCA到底是谁呢 应该是我在依告的时候已经有讲了 他就是来自香港 一位非常优秀的一位领袖 他就是我们的RCCA Silvia Ho 我们都是称 都叫他为秀秀的 其实当他听到他的这个故事的时候 真的是好像是那个命中注定这样子的我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啊 因为他们是怎样去认识到彼此的 然后其实他 秀秀他是通过这个社交媒体 认识到他的这一位导师 他这位导师就是Kibi Loh So 其实他们的故事是这样子开始的 开始的时候就是 因为住在米西人的嫂嫂 米西人的嫂嫂就是秀秀的这个嫂嫂啦 因为他的嫂嫂是穿了我们的这个 阿罗拉裙子过后哦 你知道吗 居然哦 他的嫂嫂跟秀秀讲到 他穿的这个阿罗拉裙子过后哦 他的这屁股翘了叻 翘起来了 哇 真的 非常好的精神 也是因为他 她嫂嫂的这个屁股 有穿的阿罗拉裙子有翘起来的这个原因哦 哇 你知道当时候的秀秀是怎样的吗 哇 他真的是非常的兴奋耶 他想到 嘿 那是很好啊 真的 那是太好了 既然哦 那一件裤子啊 可以帮你雕塑到你的屁股啊 可以雕塑到他屁股翘起来了 所以那时候 细细讲哦 当他回到香港的时候啦 他一定要去找这一件裤子 因为哦 他想买那件裤子嘛 所以他就讲 他一定要回去找咯 然后 因为秀秀本身是居住在香港的嘛 对不对 因为香港啊 是一个吼 你想要买 就讲 你想到你要买的东西啊 你在香港吼 你都是可以找得到的 哦 你 呃 从来没有听过人讲吼 你要买东西 你在香港是找不到的 因为香港是可以让你 要找到你所要买的东西的一个地方 所以那时候 细细就讲到哦 真的是 没有讲一样东西是在香港是找不到的 他当时就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他回去了过后 他就很努力的去去带 找啊 找啊 找 找啊 找 找啊 找这一件裤子 但是 他回到去哦 香港找这件裤子的时候 他讲 努力的找得好 他都找不到我当时 他都找不到这件裤子哦 但是 呃 因为他哦 很想 试这一件 Aurora Pencil 这一件裤子哦 也是因为他的那个嫂嫂 他的嫂嫂本身有很好的这个效果 所以 他就 呃 上网去找咯 他上网去找 然后啊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他就在 在 Hibi 就是他的身家的这一个上线 在 Hibi 的这一个Facebook那边哦 就找到了 Hibi 过后 他就去PMPB OK 他PMPB 过后还问他 还问 Hibi 啊 去问他 应该 呃 他是如何可以买得到这一件裤子 好 所以 也 呃 为什么哦 那时候 Xiu Xiu 啊 会被 Hibi 吸引到呢 其实是这样子的 因为当时候 Hibi 呃 他是一个网红嘛 对不对 所以 呃 他也是用着他自己 真人的这一个照片 在他的Facebook 或者他的Instagram那些嘛 对不对 所以 当时候续续续续 看他的这一个Profit 哦 看他这个Profit 看到他是用真人的照片 所以 觉得这个人应该是真实的 OK 因为 呃 这个 这个人哈 这个人实际上哦 他还有 参加了 呃 很多的那些 所有的那些课程啊 而且还是 呃 属于一个非常认真 在处理这个事业的一个人 OK so 当时候的信息啊 他是要找一个认真 在 呃 认真在做这个生意的能力 哦 当然啦 无论 呃 当然哦 你 无论你要问什么东西都找啦 哦 他们都会对你的这一些问题 顾起全部的这个课程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哦 最重要的是啊 你知道Hibi 他的这个回复啊 回复那些Message 是非常的快的哦 然后 呃 一般上啦 可以觉得 呃 一般上哦 可以讲哦 呃 我相信你们大家都有听过啦 呃 我相信你们大家都有听过啦 香港人是 他们是 要比较 呃 是要比较快的 什么东西比较快 什么东西比较快的人嘛 然后生活也是很准臭的嘛 就变成香港人都有一种特别就是 Message 跟你坏 坏坏 这样子咯 so 呃 也是因为Hibi的这一个反应啊 他的这个回应很快啦 而且他 还有支援到他 呃 支援到啊 呃 支援到啊 呃 支援这一些 好像他只要问的东西 他们很快打不到 秀秀啦 so 当时候呢他他 他不仅反应快啊 他还抓紧了这个 只会跟 继续分享这个 呃 这个事业 呃 这个事业 所以 那时候 叔叔就呃 有讲到啦 呃 幸好啊 Divi有将这一个 事业机会跟他分享 有分享给他 当叔叔听了之后呢 你知道他怎样吗 他听了过后 他整晚是睡不着的咧 他就一直在想 一直在想 这个机会是真的嘛 Divi跟他讲的这个机会是真的有这样一回事的嘛 那会呃 就好像所谓我们讲 要跟大家的 卡拿手在这 就是当时候他是这样子的 ok so 呃 如果是真的他要 呃 拿到这一个 呃 优惠的这一个 交易啊 对吧 呃 优惠的这一个 呃 这个 这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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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他啊 他可以拿到的这些 呃 ok so 当时他就告诉Divi一样东西啦 他讲 你给我 一晚的时间 让我考虑之下 一小一晚 ok so 当时Divi就这样讲 ok咯 ok 你考虑一下咯 好不好 啊 so 隔一天的时候呢 就发生什么事吗 siu su 就回复了Divi啊 我要试着一个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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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真的 听到很大了哦 他就马上做出了这个决定哦 你老师 所以人家有讲过咯 一句话 这句 这句很长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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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 这句真的很感谢 ok so 其实Xiu su 他的背景是什么 他的 其实Xiu su的背景哦 是 在他刚加入Divi的时候呢 他是一个孩子的妈妈 ok 但是现在 在期待着 他即将诞生的第二个宝宝 恭喜Xiu su so 现在应该是讲 他即将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咯 ok 一向以来啊 他的那个家庭的这些态度 都是由他老公承担的 因为他老公都是有能力承担的 这个家庭生活的这一个态度 但是啊 在Xiu su的这一个心目中啊 他一直强调 一直都跟自己讲 我们其实做女人的 我们应该有这个经济的努力 不能只是一直 做着那种 手板向上的女人 买什么东西 你要那东西给我钱买 他不想做这样的人 因为 手板向上的话哦 你会觉得 什么东西都要跟你上司拿啊 手机向上的话 这我本人觉得 我也是不喜欢他 如果是真的 我们女人真的是 应该做一个 经济独立的一个经济 ok so 他本身呢 那时候他是一名专业的设计师 来的 他是设计什么 他是哦 他开始的时候呢 他是在 那个 啊 他就开始了他这个 小型的那个网上的生意 做那个网上的生意 ok so 他是销售那些手工制品啊 手工制品的那种 那些手工的银饰 那些银饰啊 那些银饰啊 那些银饰的那些 呃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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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essary so 他做的 不是讲做 呃 他是属于做那种custom made的 就是 你要给特别的尺寸 他就会特别做给你的 那种custom made的 那个生意模式 ok so 所以从 呃 所以从一开始的他哦 就可以看出哦 他比他是一个 非常不利的女性 他正 其实他那时候他是正在寻找一个机会 然后他是在寻找一个机会 因为他 敢于尝试哦 任何 他拥有的这一个机会 so 那时候当TV和他分享 呃 这个机会的时候 就是我们BE这一个机会的时候呢 当时候的他真的没有想过 呃 没有第二个想法 就 相信答应了 ok 虽然 那时候他们两个人 就是TV的师秀啊 他们是从陌生人啊 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哦 没有 没有Face to Face像见过的 ok 但是哦 却能通过我们这个BE的国际平台 成为了一对非常好的朋友 ok so 呃 所以啊 所以啊 所以讲啊 他们他们真的是非常也很珍惜他们这一份友谊 而且也很信任对方 因为 呃 因为他们的啊 他们真的建立了一份友谊 呃 然后互相之间也有建立了一份很厚的一个信任感 ok so 过后 xiu 真的他很感激 和很珍惜这一个缘分 ok 也是呃 在之前 因为 因为 因为在之前的时候啦 因为呃 有这个pandemic嘛 对不对 so 在还 在pandemic还没有 还没有到之前啦 就讲 before pandemic的时候啦 xiu 他是从香港飞到马来西亚 因为我们的pandemic是在malaysia嘛 从香港飞到来马来西亚去出席每一场课程 ok 所以他是不会错过任何的这一些活动或者是这些课程 哦 event也好 seminate也好 他是不会错过 他是从香港飞来malaysia 其实呃 想说的是 这样 我想我想带出来的一样东西就是啊 如果他今 如果啊 他是一位 呃 开拓者 他是一位开拓者的这一个开拓者的话咯 他就有带着那种 呃 开拓者的那个精神啊 哦 开拓者的精神和那个 呃 和那个企业家的那个精神 ok 不会因为某一些人 你知道啦 有时候 呃 尤其是呃 不是讲 呃 有时候啦 一些呃 香港人也好 或者是某某人都好啦 毕竟秀秀是在香港嘛 对不对 so 他那时候 呃 秀秀的 他的那些朋友哦 很多都跟他 跟秀秀讲过 蛤 这个公司 这个公司 这个公司是传销公司 而且 还是马来西亚的公司哦 哇 这又如何 讲真的对不对 是马来西亚公司又如何 因为香港人 他们都会很排斥传销的 ok 说真的 如果当时候秀秀没有这种 拼搏的精神 和这种企业家的这个精神啊 还有呃 开拓者的这种精神的话哦 他是做不到的 如果是一个真的心里很脆弱的人 你很容易会被人打击得到 可是 今天秀秀他有一刻 非常强大的神 而且 他是有带着那种 拼搏 拼搏哦 和企业家 还有开拓者的这个精神 哦 so 这些都是让到他走到今天 他成为我们的大企业 so刚才我所讲到的那一些呢 哦 所有的呃 其实那时候 所有的课程啊 还没有在网上进行的时候啊 那时候他是真的是需要一个人 可以过来马来西亚学习的 所以当他开始做BEE的时候啊 真正让他讲到的是什么 你可以在香港买得到任何的东西 哦 但是 在香港买 就是在香港买不到这一件过程 哦 所以秀秀他不得不要啊 不得已啊 要将这件阿罗拉铺子带回去香港的市场 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哦 而且市场 它是属于一个潜力股 ok so 当时候 当时后 是属于他想成为第一个引进香港的那个人哦 这就是他当时的那个想法 当然啦 他也在他的导师 就是买比的帮助下 呃 买比讲真的 他实际上哦 他帮 他去过很多那一些 公司啊 那些 公司啊 去做了那些 呃 是要 可以找到一个最便宜的这个价格哦 能把这个货寄过去给修修 好 很啊 而且要找那个火热所谓是比较快速的 ok so 你可以想象一下吗 那个时候啊 真的 BE还没有在香港开发这个 呃 香港的市场哦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呢 当时 日币是需要啊 去记录每一个 呃 每一个stock 和他的那一个 呃 packing的 哦 因为他需要啊 去做 呃 去做所有那些 他寄的那一个 不同的 那一个 logistic的那一个 资料那些 他全部都需要去做记录 是menu做的 ok so他还讲到 日币还讲到啊 其实 香港人是这样的 实际上如果他们现在买的东西的话 他们就是要马上拿得到的 ok 所以他是 日币是需要很快速的将货 pack好了 然后收集好那些货 过后就拿去寄 真的 他等不及那些korea service 那些人上门来收那个货 真的等不及的 ok so他是 他是需要啊 将这一些 产品 都搬上他的车 以最快速的这个速度 送到去 那个logistic 送到去korea korea service 那一箱的 ok 然后再一次 呃 再一次搬运 这一个 这些产品的时候 也是因为产品很多 然后又重 而他 那时候不小心就扭伤了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腰咯 哦 一边上了 这个腰 so 这就是你看得到吗 你看得到吗 作为整个哈 整个香港市场的先锋的一个旅程来的 ok 他们一个过程 so tb也说到哈 其实他自己也是觉得很好笑啦 但是啊 这个就是他和秀秀两个一起奋斗的一个过程 好 so 一起享受奋斗的这个过程 哦 是在做呃 在做任何的一个生意的时候啦 都是会面对的 都会面对到的一个挑战 一个障碍 ok 啊 so 呃 在实际上哦 他们呢 就有这一个呃 非常愉快 哦 而且又带有挑战性的一个一个呃 一个呃 一个旅途啦 一个旅程碑啦 但是啊 你们说哈 是不是哈 就好像 呃 就如 如果是 既然你们都已经拼斗嘛 对不对 这样给你想一下 如果你今天系一件裤子过去卖 你会开心吗 你会开心 但是你想到下 今天如果是你把 整量呃 你卡过你这样过哈 那个货量是一辆车满满的cargo过去香港那边卖的话 你认为你那种 那种呃 讲一讲啊 你那种满足感啊 是一件来的好 还是一车来的好呢 你肯定是不一样的心态 不一样的想法的嘛 对不对 啊 so 这是先锋领袖 也是企业家的拼搏精神 啊 就好像现在 现在一样咯 不但啊 有这一些导师的这个 呃 有导师的这个指导以外 而且哦 也可以来自 好像 秀秀这样来自海外的领袖 也给予全力的这个支持耶 哇 你在哪里可以找到 对不对 传统世界根本是你不可能找到的 ok 就好像在这一次的pandemic一样啦 呃 在连线全球每一个人每一个角落 是的 你今天 可以联系 任何国家的人 啊 你也可以签下 任何一个国家的这个IPO ok 你可以在 BE 你可以在BE的这一个 呃 这个 平台啊 这个创业平台去 拓展你的这个业务 真的 无缝连接 呃 可以讲是Sky is the limit 你可以想象得到吗 ok so 完全哦 这个声音啦 是完全是没有受到任何的 呃 这个限制的 excuse me 真的没有受到任何的限制的 是意味着一样什么东西 只要你今天啦 有一部手机啦 真的是可以 可以连接啊 可以连接到我们的这一个互联网的话 就这么简单 可以开始了得我的一门生意 而且 整个世界都在你的掌握中啊 都在你的手掌啊 想看一下啊 就是很棒 无论啊 你身在何处啦 都是可以开展这一项业务的 只需要你一个click 你电话一个click啊 你就可以签下和保健世界任何的一个IBO进来 so 不要再等了 不要再犹豫了 ok 只有100%的根 听话 要做的话呢 和相信 就可以了 你真的没有什么可以所持的 也不需要很大的这一些资金来开始这个生意啊 而且还有 还有 我们很有经验的导师 还有 我们也是有经验来带领你 一步一脚硬的 往前走 让你一步一步的成功 往成功的方向 ok 然后你要记得哦 我们做这一门生意哦 其实我们是一个团队的 你不是呼声作战的 ok 因为 我们都讲 我们都讲过 在BE我们是 一家人 一辈子 只做一件事 ok so 我今天 这一位RCCA Sirya Ho SiuSiu的这个成功的故事呢 就讲到这了 ok 然后 如果觉得 大家在线上的觉得 他这一个故事 能启巴 到身边的人呢 请多多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人看到 ok 也让他们进来 我们BE的这个 创业平台 来了解 来看这一门事业 ok so我的Live就到这咯 谢谢大家的捧场 拜拜 咳 既然 不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